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上個星期有時間可以出去外面逛逛 幸好我們出去那天空氣質素仍然很好 一早我們就出去吃一個豐富的早餐 不要看它小小一點 沒什麼特別 味道簡直就是Itschiban 來到溫哥華一定要去試一下 Bonnie自己其實是很討厭蛋黃的味道 但這顆溫泉蛋再加上醬汁 蛋黃的腥味就這樣就沒有了 看上去份量不是很大 不過女生叫一顆溫泉蛋的set就已經足夠了 最後加上煙山文魚 還有檸檬香清爽的樹角 真是不騙你 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啊 我們還點了一個熱的麥皮 還有一個兩顆溫泉蛋的set 再加上火腿和英式的muffin 吃飽飽之後我們就出發了 到這個Ling Cannon去逛逛逛 如果你有來過溫哥華的話 都知道有一個必去的景點 就是叫做Capileno Suspension Bridge 來旅遊當然要去 但其實門票也挺貴的 如果平時又想省錢 又想逛逛吊吊橋過一下印的話 就可以去這個Ling Cannon Suspension Bridge 之後還可以去看看瀑布 看看一個30 foot pool 還有其他的步行徑讓大家逛逛 讓大家逛逛吧 我的天啊 為什麼會偷偷在一邊呢 這個一直在叫的就是我了 走完吊橋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Twins Fall MING PAOON 是否很漂亮呢? 好像仙境一樣 然後我們就走到TWINS FALL下面看看 也是有點危險的 不過小心走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下面跟30 foot pool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危險地走下去 其實你也可以去30 foot pool 下面真的很漂亮 水超清潔超透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 水真的很冷 水冷到我的腳是有刺痛的感覺 還有一個特別的提示 就是千萬不要在這裡跳水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跳水 但是這樣做是不對的 是很危險的 我們最後沒有完成整個步行徑 因為我們趕著去吃Happy Hour 這裡3點到6點是吃Happy Hour 用一個很優惠的價錢就可以吃到好東西了 一元可以吃一隻蠔 而且還超級新鮮呀 除了一元一隻蠔之外 這裡還有其他食物 不過我覺得這間其他食物 不都是一般般 可能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都說這間餐廳很好吃 又有點期望這樣去 但那天我們剛好點的這幾味 我就覺得不都是一般 我就有點失望 可能其他的分店會更好 但Bonnie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我要吃一元一隻蠔 其實也有其他的店可以選擇 而且其他的店 其他的食物都很好吃 我吃過 那天我們又玩又吃 就這樣就一天了 在忙碌的生活裡 有一天能夠出去外面走走 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讓頭腦放鬆一下 舒緩一下情緒 調節一下自己生活的步伐 明天再重新出發 努力上班 上學 希望看到影片的你 都能夠放鬆放鬆自己 調節情緒 當回去現實的時候 繼續努力奮鬥 我們一起加油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或者留言給我 想看我更多的影片 記得追蹤這個頻道啦 還有還有不要忘記了 分享給朋友仔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